放着大把的追求者不要 却偏偏喜欢抢闺蜜的老公 暗结猪胎当了几十年小三 侯佩岑的母亲到底有多荒唐 年轻时的林月云是十里八乡 响当当的大美人 那张娇滴滴的小脸蛋 看上去楚楚动人 青春无害 身为当时宏记一时的闽男与花旦 她的身边从来不缺巴巴来讨好的男人 可她却从不把这些男人放在眼里 或许美女的眼光都比较独特吧 彼时的林月云不喜欢单身汉 反倒是有妇之夫更对她胃口 在不断物色猎物的路上 她的傻白甜好闺蜜郭纯美 是第一个撞上枪口的鸟儿 彼时的小美 哪里知道好闺蜜是这路货色 每天都在林月云面前画样炫肤 显摆自己的金龟老公多么帅气体贴 殊不知炫着炫着老公就被盯上了 更连郭纯美难以相信的是 自己出身名门望族的老公侯士红 竟架不住半点诱惑 叫外面的小蹄子随便一勾就跑了 果然就算家里的饭菜再好吃 外面的奥利给也是香的 俩人愣是在郭纯美的眼皮子底下 搞了整整一年的底下情 直到小侯佩曾的出现 这件事便再也瞒不住了 见林月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侯士红干脆将渣男本质发挥到底 她一边安慰情人说自己很快就会离婚 一边又在原配身边扮演一个好好丈夫 然而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见侯士红这副德行 林月云也是展出了绿茶大法 她不止一次在深夜哭着对侯士红说 没关系我可以等你 感觉良心遭到了谴责的侯士红 最终还是和妻子提出了离婚 可谁料性情刚烈的郭纯美 却怒回了三个大字不可能 在僵持的那段日子里 侯士红只能带着林月云在别处安家 怕她烦闷还将富家太太蔡桂照 介绍给她一起打麻将 可对于林月云来说 这只是她的下一个猎物罢了 连翘两任好闺蜜的富豪老公 带着私生女低幅坐小三十年 熬走金主后 获得的遗产竟比原配还多 李嘉欣在她面前只是个妹妹 她就是侯佩岑的妈妈 差点成为周天王丈母娘的林月云 林月云这一生最庆幸的事情 就是交到了蔡桂照这个闺蜜 她是弯弯前首富蔡万春的长女 是名副其实的豪门千金 可她却在上高中那年 看上了一无所有的运动员邱家雄 为了嫁给这个 让她一见钟情的穷小子 蔡桂照甚至玩起了逃学的把戏 在一口二闹三上吊之后 父母终于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婚后的邱家雄在妻子娘家人的帮助下 在弯弯地产界混得风生水起 可男人一有钱就变坏 以时的邱家雄受媳妇之令 经常在排局散场后 开车送她的好闺蜜林月云回家 考虑到林月云肚子里还怀着侯士红的孩子 蔡桂照料这两人也不会发生什么 可事实证明她还是太天真了 等来等去也等不到侯士红离婚消息的林月云 很快就把心思打到了邱家雄头上 等蔡桂照反应过来已经晚了 眼睁睁看着丈夫搬去和情人一起生活 心灰意冷的她最终选择了顿入空门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十余年 直到邱家雄因病去世 葬礼上分到大笔遗产的林月云母女军卫现身 反而是只分到一处房产的蔡桂照 在为她忙前忙后安排后事 而伴随着老情人的离去 林月云又开始了新一文的熟练 这次她瞄准了帅气的女婿 她是人见人恨的小三专业户 年轻时霸占闺蜜老公整整三十一年 老了还和女婿时时相扣逛街不知避嫌 作为女儿的侯佩岑当真不在乎吗 在侯佩岑带着妈妈林月云 参加内地节目婆婆和妈妈时 弯弯的资深媒体人直接痛批这对母女 为了片酬竟然连脸都不要了 事情的起因源于林月云在节目中 将当年的插足事件又搬到了台面上 而作为这件事繁衍出来的一颗种子 从小就被冠上私生女头衔的侯佩岑 在节目中直言妈妈非常不容易 还表示自己在妈妈的保护下 整个童年都是非常的无忧无虑 言语中处处透露着我们有苦衷 此话一出不仅大陆的评论区炸了锅 就连弯弯那边的媒体也坐不住了 纷纷痛批这对母女够不要脸的 为了区区6500万台币的片酬 竟然把封城多年的家丑拿出去播 还妄想在节目上靠麦残洗白 根本就是在人家原配的伤口上撒盐 要知道林月云这一生未嫁 在先后插足了两任好闺蜜的家庭后 才有了侯佩岑这个女儿 只不过现如今女儿虽然成家了 林月云却仍然没能改掉老毛病 逛街时她要和女婿食指相扣 而作为女儿的侯佩岑只能跟在后头 在家里她零距离给女婿按摩 就连侯佩岑看到都大吃一惊 只问母亲怎么可以直接上手 可对待女儿的警告 林月云却选择了充耳不闻 甚至还曾坦言自己更懂女婿 一系列迷惑操作 让女婿黄博俊夹在中间也很是为难 面对丈母娘这份特别的爱 估计她也有些难以销售吧 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评论区见